即将在礼拜天的时候落成的台中大歌剧院 在台中大歌剧院的时候 许多人在过去我们看到了中天的梦想一战 曾经为大家做出了他还没有开幕之前 我们独家进去里头的报道 我们特别要来看这次设计的伊东风雄 这位日本最著名的国际建筑师之一 伊东风雄认为他可以说是必一生之礼完成这项建筑 因此这个建筑已经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建筑 它的简朴 它的美 它所要传达的某一种在世纪型的一种新态度 呈现在大歌剧院里面 我们同时也来看伊东风雄在全世界所有的建筑 但是他说他人生相信他最美的卑鄙在台中 台中国家歌剧院 光雕投影下的视觉效果 得利于特殊曲线和寒冬般的外立面 展现出其他建筑物不可能复利而生的千面身段 建筑师伊东风雄的构想 让歌剧院充满孔隙的构造 如同一座会呼吸的组织 人类置身的建筑物就该和自然环境一样 没有中心点 没有主客之分的开放空间 如同这一晚被群众拥抱的流通场域 伊东风雄是2013年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 评审团盛赞他是永恒建筑的创造者 大胆开辟蹊径 表达乐观轻松和喜悦的风格 充满独特性 也富有普世价值 伊东风雄对评选结果 曾表示惊讶与欣慰 因为那象征着建筑界对这位反传统者的肯定 他一直认为过去100年独尊的现代主义 已经达到极限 或者走入死胡同 看许多日本男孩一样 年轻时热爱棒球 但是第一次大碰落棒 让伊东放弃以求 完成东京大学学位后 1969年遇到全共斗学运 没法继续深造 只好硬着头皮开设建筑事务所 虽然旅有佳作 但直到2001年的新台媒体中心 赢得威尼斯建筑双眼展 终生成就金师奖 才登上男生第一次高峰 那建筑は昨天二十世紀の建筑の概念を 変え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二十世紀の建筑は ここは何をするための部屋 ここは何をするための部屋 ということが細かく分かれて そのことしかできない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したけれども 那建筑は壁がほとんどなくて 非常に自由に公園の中にいるみたいなんですね 十三根管状物 海草一般 在如同玻璃水族箱的空間内伸展不易 自由的使用空间 模糊内外界限 一举解放原有的建筑秩序 延续者相同的概念 無論表参道的Tuts 或是一座的Mikimoto大楼 建筑物表面各种不规则的开口 都是試图米平空间中的隔阂 讓内外流通 彼此消融 台中国家歌剧院是极大成之作 建筑が自然とどうやって もう一度いい関係を取り戻す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か このことを僕はずっと考えてきました そしてそのテーマを建築に どうやって実現できるだろうか 移動豐雄近年大奖不断 2010年日本高松宫殿下 紀念世界文化奖 在仙台市 田首县等地 為311震災災民設計的集会設施 更被誉為建築師社會責任的體現 他曾提出呼籲 不要把那些被海嘯席捲的地區打造成小東京 因此帶領3位年輕建築師 建造了一個公共空間 為所有人而建的家 這個採用日本傳統住宅形式的平面木結構設計 在為他贏得2012年 威尼斯國際雙連展 最佳國家參與金師獎 紐約時報指出 雖然宜東豐雄不像庫哈斯法蘭克蓋瑞等建築師那麼有名 但自從他為高雄設計2009年世界運動會體育場之後 開始受到更多的關注 那是一座展現宜東一貫開放性的場館 更有台灣少見兼具力量與速度敏感的結構 台灣首都舉辦試運 也是伊東豐雄在台灣第一件作品 這座建築承載相當多的第一次 高雄市長陳菊當時為訪客導覽掌管時 滿是驕傲與讚嘆 你一定要好好欣賞伊東豐雄先生 他的建築的特色 那種螺旋狀 整個結構中 你可以看到它的細緻 它非常簡樸 它的整體上是非常和諧 當時的台中大都惠歌劇院還在流標難產 高雄市運場館按照合約得在兩年內完成 時間壓力相當大 我很著急 你說你每個馬鞍行 我說幹嘛每個都做一樣 不是很快嗎 他對不起每個形狀都不一樣 98座造型優美獨特的馬鞍 負責支撐整座場管結構 古法模組 得一個個根據不同的高度和角度 現場打造 無法訴求 但美麗永遠值得等待 陽光投射在一句句高大瘦壯的清水混凝土上 讓人彷彿走進羅馬經濟場 明暗對比 曲線協議 看得見原始素樸的職才之美 日本以外 台灣擁有最多這位大師作品 台大社科院新建圖書館的設計 柱子和屋頂合為一體 形成連夜般有機結構 透明玻璃包圍四周 營造出置身森林間的氛圍 台北市松山延廠文化園區BOT案 則以綠帶串連整體景觀 將地面環境的質感延續到建築上層 以建築難度和思想視野來說 台中國家歌劇院是世界級的巨著 易東風雄曾說 能將台中歌劇院付出實現 是一生中最興奮的時光 他也絕對是這位建築大師 立下了又一座難以超越的層峰